鱼儿离开水还能存活吗 这看似违背自然规律的问题 在科技的助理下 答案却是肯定的 在山东济南 国家农产品现代物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成功研发无水活域运输技术 该技术可使水产品存活时间长达72小时 存活率达98%以上 并延长运输后水产品寿命 鱼儿离开水为什么还能存活 它们是被怎样的魔力催眠后又唤醒 即日24日前往该研究中心一探究竟 水产品尤其是这个鱼类 那么它的一个对温度变化的一个应激性 比如说在降低温度的时候呢 降到某一个温度的时候 它会处于一种休眠的状态 这时候它的新陈代谢非常的低 需要的氧量耗氧量也非常的低 然后到了这种状态以后呢 我们再给它充氧包装 再进行气调运输 在比较低的这种温度下给它运输 运输到目的地之后 然后给它剃度升温 这样它就会又复活 记者当日在现场看到 一袋袋冷训化处理后 经无水包装的活鱼仍不时张嘴白味 彰显活力 而五年前经无水活鱼运输实验后的鱼 仍健康生活在研究中心水族乡内 研究人员告诉记者 与有水无流运输相比 无水活鱼运输技术不仅节约成本 还会对水产品活力健康等方面 带来有利影响 第一呢就是它在这个运载量上会有一个差异 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通过无水运输这种技术来实现的 这种水产品到目的地之后 它这状态会更好 它就避免了有水运输中 所有的鱼在一个环境中相互的碰撞 相互的挤压 但对于我们无水技术而言 因为它的整个运输过程是处于一个休眠状态 鱼和鱼之间的相互碰撞挤压是没有的 销售端进行了存放 担养 销售的时候 它可以活的时间更长 最了解 这项技术已经可以用于 鲜鱼 鲫鱼 鲤鱼 三文鱼等鱼类的运输 其中在波士顿大龙虾等水产品上 以实现产业化应用